歡迎檔主持人 大家快點熱情拿出來好不好 好 掌聲在那裡 上手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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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聲在哪裡 我無聲的來 拿出力量起來 做個多下的咧 還不過大聲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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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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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各位 各位 各位請坐 我親愛的各位鄉親 大家晚安 大家好 好 好 我首先 要謝謝 在我身旁的這一位 張昭雄先生 掌聲鼓勵 十二年來 他一直跟我 彼此 非常的 相親相愛 而且 我們 不是為個人 在那邊 彼此 拉抬 而是希望把台灣 我們的未來 能夠拉抬起來 你看看 這些年來 我們台灣 多少多少的政治人物 能夠像我們這樣 從頭到尾 堅持一個立場 那就是 天大地大 人民最大 我們是 people first party 我們是把 人民的利益 放在政黨 利益之前的 唯一的一個政黨 各位親愛的鄉親 我為什麼這麼樣稱讚 張昭雄先生 我們經歷這十二年以來 好多的 起起伏伏 我重要所有的事情 都會跟 昭雄兄 一起商量 我們 親民黨 做任何的決定 從來我們兩個人 在一起的時候 沒有把親民黨的 黨的利益 放在前面 永遠是說 怎麼樣 才會對台灣最好 所以 我們 願意 拋下 兩千年選舉 跟國民黨的恩恩怨怨 但是 只要 能夠找回台灣的希望 我們 不計前嫌的 願意跟國民黨合作 我們 我們也願意 跟陳水扁見面 我在舊金山 跟張昭雄先生 坐在那個樹下 談了 將近好幾個小時 我們所做的 共同決定 是 親民黨 絕對不會 向陳水扁 要任何一個職務 只要能夠 化解兩岸的戰爭 我們親民黨 可以回掉黨 也要照顧台灣 這是 親民黨的 基本的原則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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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親愛的鄉親 自己放在前面 那就是 我們所期盼的 給台灣一次機會 非常謝謝 我才刚刚第一次看到万水 在那边所讲的话 我第一次看到 我很心疼 我也非常非常的谢谢万水 我今天当了大家面来说一句话 陈万水为什么这么舍不得 让宋楚瑜再介入到政治 亲爱的乡亲 您还晓得吗 2000年选举的时候 国民党用什么样的方法 在污蔑宋楚瑜 不但告宋楚瑜 也告了陈万水 也告了陈万水很心疼的儿子 叫做宋正远 我们一家只有四口 三口被告 只剩下一个女儿 叫宋正迈 宋正迈看到那一个 国民党告宋楚瑜的 那一个状子 他很感慨的讲了一句话 他说爸爸他们还剩下一个人 我还可以帮你去送牢饭吗 各位亲爱的乡亲们 所以陈万水 从来大家都晓得 我一路走来 他从来不管政治 他从来都说 他只管母事 不管公事 大家都还记得这个话 但是您为什么 晓得宋楚瑜的那个非常相亲相爱的陈万水 这一次愿意让宋楚瑜再出来 就是 阿峰刚刚那条歌所说的那句话 那就是 不管你什么时候上了那个车 希望您下一站是幸福的 不管我们任何哪一位相亲 什么时候到台湾 不管我们的祖先是在什么时候到台湾这个宝岛 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子子孙孙 他们的下一站是幸福的 宋楚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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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所有的相亲 我们的祖先到台湾 我的父亲到台湾 我们都希望我们的未来的梦都能够飞 这不就是阿峰所唱的另外一条歌吗 因为我们All Made in Taiwan 我们都是在台湾成长 我们在台湾造就 我们在这边有梦 我们希望我们的梦能飞 那就是人生来自由平等 我们有权利跟任何人活得平等愉快 自由自在 这是所有台湾人的梦 是我们共同的理想 你说对不对 对 各位亲爱的乡亲 台湾跟宋楚瑜有过什么样子的一些特殊的渊源 如果台湾没有宋楚瑜会有什么样不一样的情况 跟诸位报告 阿峰走遍台湾这一圈 阿峰所看的所有这些铁路 是宋楚瑜在做省长的时候 全线把它电气化 全线把它变成双轨 全线把车厢把它更新 蔡英文主席从屏东走到台北 然后从台北又去走到台东 所有他走过的路 是宋楚瑜经常坐着直升飞机 自己一点一滴的监工 从台一线到台十七线 然后到宇兰的台二线 走到台九线台十一线 在四年当中 每一点每一滴每一个地方 宋楚瑜自己亲自去监工 然后要求必定要在四年之内要完工 各位亲爱的乡亲 宋楚瑜对公路有一点贡献 您走过台湾所有这些高速公路 和台湾的道路 您如果觉得累积要去上厕所 宋楚瑜请当时的中游的董事长 开始学美国一样 所有的加油站都应该要有厕所 而且还要有卫生纸 还要弄得干干净净 宋楚瑜开始推动这些事情 不是做省长而已 各位您听过广播 您听过中国广播公司的音乐网 有没有听过啊 宋楚瑜做文工会的时候要求一定不要在每一刻每一分钟都有广告 只有在对时的时候才有广告 其他都要播音乐 让大家一边工作一边有一个好的生活和工作的环境 宋楚瑜做的建议下的决心 请中国广播公司的那位总经理叫唐判判 一定要去做 开始的时候做得起来吗 有人听吗 能够做得下去有广告吗 结果广告的费用最高 但是时间很短 您听过那些广播是用英文发音的吗 叫做什么 ICRT 还记得吗 所有的这一个跟诸位讲 美国跟我们断交的那个时候 美军电台也撤退了 宋楚瑜跟美国的那个美桥商会 一起共同 我们来推动 然后美国把所有的这些广播的那些设备 一块钱 一块美金 卖给宋楚瑜 当时所服务的单位叫新闻局 新闻局没有接收 而是由新闻局出面 正式跟美桥商会整体去联络以后 我们成立了国际社区的广播电台 ICRT 然后我去找国防部 然后想办法把这个电台变成民营的 而不是由政府在处理的 是由我们大家冲同的社区来做 从美军电台断讯的那一刻 到截序的所有到今天 政府没有花一个钱 我们用再用一块钱 然后去让给ICRT 各位亲爱的乡亲 点点滴滴宋楚瑜了解 那就是这个国家 如果没有外国的投资 没有跟国际的联系的管道 我们就会被孤立 一个政治的人物 不是为自己在创造 他的未来 是为我们子子孙孙要创建 一个好的环境 就像阿峰所唱的那条歌 我们可能在不同的站上车 我们的下一站一定要幸福 你说对不对 对 台湾又面临了这么重大的转折 跟各位亲爱的乡亲说 宋楚瑜为什么愿意再次出来 在陈万水所说的那个短短的一两分钟里面的话 点出来刚刚张昭雄副主席所说的那一句话 那就是这么多的乡亲 用他们的身份证 用他们的印章 把他们个人最珍贵的资料 交给了我们的连署站 所期盼的是什么 就是不忍心看到台湾往下沉沦 找不到未来的希望 我们看到两千年两千年的时候 人民痛恨那个时候 当时国民党的执政的人 那个黑金 那个黑金的腐化 让台湾人受不了 让陈水扁给他一个机会 因为希望我们台湾要远离贪腐 台湾人民给了民进党这么好的机会 希望民进党能够远离贪腐 没想到陈水扁的贪腐 却比任何人都厉害 各位亲爱的乡亲 看到阿峰刚刚所唱的那条歌 那就是红三军为什么会奋起 上百万的人来表达对贪腐的深恶痛绝 全世界有看到哪一个国家 用这么样温和理性坚定的立场 来表达对贪腐的怨恶 但是诸位看到 那个时候到底谁最支持 真正从头坚持 那个就是我们要把人民真正的意思放在第一 宋楚瑜跟好多亲民党的同友们 只有一个基本的信念 就是人民真正的声音不要跟政治混在一起 我们每天晚上三十几天 没有中断的晚上 宋楚瑜带队 只有在十点钟开始静坐 从头到尾三十几天 宋楚瑜从来没有上过台 也没有讲过任何一句话 我们用默默的声音来表达台湾人真正厌恶 那个贪腐要阿扁下台 你说我们是不是真正做到了让人民的声音真正被看到被听到 对不对 诸位 诸位乡亲 亲民党就是这样的一个政党 您还记得那一天叫做十月围攻十面围攻的那个时候 您还记得在阅兵台上有两位先生拿了那个布要说阿扁下台 今天他们两位好像也在场 因为好像是圣诞老人 哪一位啊 在不在场 来 站出来 位置中 两位都站出来 掌声不吝 他们两位 最后 被起诉 就是他们两位 敢站出来 表达 但是他们绝不是为了自己 只是表达一个信念 这个信念 就是如果我们敢为人民讲话 这才是一个政治人物 政党真正的那个设立的原则 秦民党一路走来 今天为什么又要站出来 我看到这么多的乡亲 愿意让宋楚瑜出来 我再走了一遍 从南走到北 从东走到西 我举出昨天在辩论的时候讲的一个小小的故事 我们到了屏东的九炉香 看到全台湾90%的那个柠檬 是产在那边 竟然 他们产的丰收的时候 一颗卖不到一块钱 所以开始他们去榨果汁 然后去外销 结果财政部竟然要他们缴税 各位青睐的乡亲 你想想看 他们就去请愿 马总统不是常常要去homestay吗 有去了解吗 结果交给财政部的结果 说用手炸的话 就不要缴税 机器炸就要缴税 各位其结果 还要叫他们追缴税 2500万 各位要炸多少的柠檬 才能够炸到2500万 各位亲爱的乡亲 宋楚瑜到了九炉 这些乡亲向我请愿 宋楚瑜一讲出来以后 现在两个大的政党都开始说 农产品不是不要缴税吗 宋楚瑜你讲了 他们也听到了 宋楚瑜跟他们说 不是不缴税的问题而已 如果柠檬要榨汁要缴税 柳丁要不要缴税 你去看看葡萄要不要缴税 这是变相的在压榨农民吗 是土匪啊 这是土匪啊 宋楚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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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能让这样子的政治再继续下去吗 不可以了 宋楚瑜向他们承诺 宋楚瑜当选 不但不要他们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去缴这么高的税 而且宋楚瑜说我们要帮屏东九如的柠檬打开世界的销路 因为他们的柠檬是世界上最好的柠檬 是台湾Made in Taiwan 有吧 这就是Made in Taiwan 各位 台湾有多少这些农产品 需要政府帮他们去打开销路 屏东不止只有柠檬 屏东的那个洋葱 是全世界最好的洋葱 宋楚瑜当选 会帮台湾的洋葱 扬名世界 因为Made in Taiwan 台湾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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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因此宋楚瑜 所以因此宋楚瑜再次承诺 那就是要把我们Made in Taiwan 重新造会我们台湾的光荣 Made in Taiwan Made in Taiwan 台湾是的台湾姐了 这才是我们真正去照顾我们的这些农民 台湾的农产 农业的技术 全世界第一 唯一最差的 那就是我们的航路打不通 我们的品牌没有打出我们的名号 你看看日本的青森县的苹果 和他们的礼 每年赚多少钱 他们的政府 他们的这些商社 难道我们没有办法去做吗 瓦廊做矿埋 让宋楚瑜 帮大家一起共同来打 我们中华民国的品牌 给大家 bus Rod 则曹 Phantom 昨天的辩论 你看看辩论的结果 好多人说宋楚瑜 你开始的时候就点到一个要害 那就是民进党的主席蔡英文 开始的时候 就向我们的总统挑战 说中华民国的领土到底有多大 各位亲爱的乡亲 他们两位都是台大法律系的高材生 竟然总统被挑战以后不敢回忆 宋楚瑜就说 请你看看中华民国的宪法 宪法明文的规定第四条 好中华民国领土就其固有之疆域 非经国民大会之决议不得变更 简简单单清清楚楚 民进党的主席忘掉中华民国的历史 我们现在的总统马英九先生 去忘掉了中华民国 还要奋斗要有未来 各位亲爱的乡亲 民间党的蔡主席否定 不得已最后再倒回来 我只要讲三句话 就说明台湾跟大陆经贸的关系 第一句话 经济是台湾的命脉 台湾必须要发展经济 同不同意 这是第一句话 第二句话 中国大陆现在不但是台湾最重要的工厂 更是台湾货品最重要的市场 我们必须要擅自的去把它市场跟工厂 能够为台湾的经济所用 我们两岸可以变成市场 商场甚至于工厂 但是两岸不可以变成战场 同不同意 同意 第二句话 第三句话 EGFA该要有 我如果是蔡英文的立场 我就会说 EGFA该签 但是应该要怎么签 才对于台湾的经济最有效 而不是不要签 马总统也不能够把EGFA当作万灵丹 以为现在已经签了16项 就已经心满意足 我到了台中 好多的厂家告诉我说 签了EGFA之后 大陆上跟他合作的厂商 因为要退税 要求台湾的厂商 提前一个礼拜必须交货 为什么 以便他们可以退税 各位亲爱的乡亲 你去看到我们的经济部 拖拖拉拉 害得他们在交货的时候 不得不用空运 而增加了他们的成本 各位亲爱的乡亲们 马总统看到了吗 马总统知道吗 他可以跟大家说 这就是不一样就是不一样 宋楚瑜去